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黑粉被判赔2.5万 近日,记者从天眼查App获悉,北京互联网法院向常某某公告送达王一博与其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 文书显示,法院判决常某某向王一博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王一博精神损害抚慰金,合理支出共计2.5万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男子造谣自己是王一博女粉丝并怀其孩子,法院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2.5万元。 2月5日,人民法院公告网公布一则裁判文书,王一博与常展硕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以审理终结。 被告常展硕,微博名为韩寒QVQ,需登报向王一博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王一博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合理支出5千元,共计2万5千元。 2023年3月,微博名为韩寒QVQ的网友自曝怀了王一博的孩子,并喊话希望坏人受到惩罚,引发热议。 随后,很多网友们也纷纷晒出韩寒QVQ发布的信息是盗用图片。 2023年3月17日,网友韩寒QVQ又在社交平台发文向王一博道歉,并注销了账号, 我是粉丝,是口嗨,我没有想到,因为我的一个评论,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事情发酵后,王一博工作室发布名誉维权案件进展声明,表示已经对造谣用户采证并提起诉讼, 要求造谣用户承担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相关损失等侵权责任。 王一博方再次强调,网络非法外之地,坚决维护王一博合法权益。 开水军公司的男的说自己怀王一博孩子了, 然后解释说自己口嗨我咋这么不相信呢哪个男的这么闲这估计肯定是有人花钱黑他呗。 造谣的成本太轻了吧。 这人就是黑水军公司老板,其背后交易链真的太可怕了。 两家媒体公司的高管,三家公司的股东,不知道造谣违法,是不懂法,还是利益之下铤而走险。 男的说自己怀了王一博的孩子。 这世界太疯狂了,为了造谣没有底线了。 人民法院公告网公布一则裁判文书, 王一博与长展硕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以审理终结。 被告长展硕,微博名为韩寒QBQ,需登报向王一博公开赔礼道歉, 赔偿原告王一博精神损害抚慰金两万元,合理支出五千元,共计两万五千元。 王一博全平台和陈情令歌席 博军一销粉丝脱粉,真要过河拆桥。 王一博歌席陈情令引发CP粉脱粉风波, 娱乐圈流量粉丝的消失与戏骨咖的抉择。 近日,娱乐圈一直低调的王一博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然而这一次,他的行为却引起了大量CP粉丝的脱粉潮, 让人不禁思考,王一博究竟做了什么, 竟然导致这么大规模的粉丝流失。 一时间,网络上充斥着有关王一博在各平台上删除陈情令相关信息的报道, 这不禁让人怀疑王一博是否在歌席这部曾经让他红极一时的作品。 而这一歌席行为的原因,似乎有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我们不得不提到陈情令这部电视剧的兴致。 虽然这部剧曾经风靡一时, 但是作为一部双男主电视剧, 其市场播放受限, 不少制作方因此面临播出困境。 王一博删除陈情令的信息, 或许是为了摆脱这一局限, 追求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其次,考虑到陈情令的辐射周期。 虽然这部作品曾经带给王一博巨大的影响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辐射逐渐减弱。 王一博或许希望通过更新个人资料, 更突出当前的电影作品, 延续自己在娱乐圈的热度。 最后, 王一博如今主要发展在电影圈, 而电影咖在娱乐圈的地位明显高于电视剧咖。 电影圈更注重演技和实际票房成绩, 而流量明星在其中并不占优势。 王一博可能希望通过删除陈情令的信息, 更突出自己在电影圈的成就, 为自己的戏骨咖形象打造更广阔的空间。 然而, 这一割习行为却引起了大量CP粉丝的反感。 陈情令是王一博崛起的关键, 也是他在娱乐圈获得巨大支持的源泉。 大量CP粉丝的托粉不仅影响了王一博的流量, 还可能对与之相关的艺人, 如肖战, 造成负面影响。 博军一消的消失, 直接冲击了王一博在娱乐圈的地位。 有人认为, 王一博已经朝着戏骨的方向发展, 不再需要依赖流量粉丝。 然而, 流量粉丝的离去是否真的对他是一件好事, 还有待观察。 事实上, 王一博在娱乐圈的成功, 早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陈情令这部作品。 虽然如今的电影成绩斐然, 但是陈情令仍是他最大的助推器。 在这场粉丝大脱粉的风波中, 我们看到了娱乐圈内流量粉丝对于明星的绝对影响力。 博军一消曾是最庞大、 最有购买力的CP粉丝群体之一, 如今的脱粉潮, 对于王一博和相关明星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最终, 娱乐圈的发展常常充满变数, 而明星们在选择事业发展方向时, 也需谨慎权衡。 流量和戏骨并非对立, 而是需要平衡的两个方面。 王一博的这次割席风波或许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在娱乐圈的声望。 未来, 他能否成功转型, 抵挡住脱粉风波的冲击, 还有待观众的关注和时间的考验。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